然後因為這幾天 也許說他有娶了他婆婆諒姐 或者是他老公也 也覺得對不起他 所以他講話可以比較放開來講 可是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你要講到你自己的 尤其是夫家那邊的事情 大姑的夫妻倆都挺綠 意思是說都挺綠 結果發現他那個大姑 也是挺蔣萬安 對不對 挺蔣萬安 剛剛那個瑞德哥不是也拿出來嗎 對不對 一切希望都是蔣萬安 其實他大姑那時候是在酸韓國瑜 瑞德哥怎麼看 因為現在其實還有爆出說 民眾有報案 其實遭詐騙的 不是只有這次被擠壓 之前民眾就報案 就說有相關的詐騙的前世 流入他的徐曉星大姑的公司裡頭 所以控告只是說 那個時候因為罪證不足 兩人不起訴 結果後來現在檢方 最前的發現是大有問題 所以才將大姑這夫妻倆 激押境界 媒體報導在去年初的時候 事實上就有這個詐騙案的被害人 那麼去報案了以後呢 徐曉星後來找到徐曉星所謂大姑 跟他的大姑的這個等於說先生那邊 而且因為這樣子提告嘛 那當時因為證據不足 因為你要知道 不是你提告或是受委屈 那麼就一定會水落石出 就一定會判刑 不一定 證據要查到 因為必須要證據到哪裡 才能辦到哪裡 起訴到哪裡 判刑到哪裡嘛 所以這個案子當時 雖然是不起訴處分 但到後來到去年底的時候呢 因為好像一筆2500萬 還有2700萬的上官詐騙的 進了這個公司 又有人頭丈夫 那又跟徐曉星的大姑 跟他先生有關係嘛 所以後來事情比較不太不太想說 連同那個姓林的三個人 才一起收押境界嘛 這是在二十幾天前發生的事情嘛 那他會收押境界就表示 那麼檢察官這邊所掌握的證據 那麼有足夠的證據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收押的話呢 必須是地方法院的法官才是就對了 所以他給法官看 法官認為這個有收押的必要 所以呢才把它收押嘛 也就是他已經提供足夠的東西 通常是這樣 如果這個檢察官呢 提供的東西足以讓法官收押的話 通常有八成起訴的這個機會就對了 那這件事啊 那麼剛剛這個 剛剛袁志也講了一大堆就對了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尘埃 那不就是所謂的城埃 搬搬的都是你洗澡心的搬城埃 讓大家看的嘛 不然我問你我們知道那麼多事嗎 我們會知道他大姑啦 他的大姑的家裡怎麼樣 誰知道啊 有的沒的什麼有的沒的一大堆嘛 那因為你跟我說的 這是一個斬釘截鐵 否認後翻車 很簡單嘛 你就要不要斬釘截鐵說 我跟他都沒來用 一種他結婚了 我們大姑我都沒來用 沒來用 為什麼你們會做的去參加活動 沒來用 為什麼你們會做的去 你說過年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收拾嘛 對不對 沒來用 為什麼他會去按讚 還在現場 跟你造勢嘛 小心小心得第一嘛 對 這些東西 你必須去解釋為什麼嘛 結果你看 徐小心採取的是擠牙膏 每次讓人家拿出更多的東西 他就趕快又有一番解釋 解釋說 這是他們什麼 這是他們五萬塊啦 去叫人來給我活蹤啦 有的沒的啦 那陸小姐為什麼不在現場 是你大姑在現場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說嘛 三說四老虎 然後又要忙著解釋這個 要忙著 解釋不過去的時候 就批評啦 解釋不過去的時候 狗人腦袋有問題 不是這樣子嗎 當你解釋不過去的時候 就說 他們是支持這個 賴清德支持這個蔡英文的嘛 那個姓林的就這個 政治獻金給誰嘛 我就舉 你們白好友的事情 讓你告 讓大家知道嘛 你看 要做事情 先選擇故意加入民進黨 那就好了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這樣子嘛 我告訴你啦 你犯罪者去支持民進黨 支持民眾黨 支持國民黨 跟你的犯罪行為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支持誰呢 是一回事 但是問題是 你是做犯法的事 你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還比較這樣嘛 徐曉欣不是這樣 他挑戰 挑戰要把這些事情 沒這樣對不對 然後讓自己撇清楚嘛 這就是噴墨汁的問 噴墨汁的方式 對 瑞哥 因為現在主要就是說 外界的質疑許曉欣跟詐騙的距離有多遠 因為他那筆100萬嘛 他說他有去幫忙 有去利息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律師黃帝影就說啊 那你這筆有可能就成為 詐騙嫌犯2000萬的這個資金嘛 那你那時候去喬的所謂的利息 利率到底是多少呢 有沒有講清楚呢 這個2000萬 這要問一下到底是 倒珠還是詐騙 對 還是這個算是暫時的借貸 他已經有出現好多個版本啊 對 我在聽過就覺得好多個版本啊 好 有人問到他100萬對不對 他說那個一年好像 224萬的證語有沒有 所以因為怎樣 不對啊 那你是100萬 你就100萬 到底是從你口袋出來還怎麼樣 我知道一年有224萬的證語 但證語要申報啊 還有就是這跟你的財產的申報 有沒有吻合有沒有符合嘛 你的財產有沒有少100萬嘛 你少100萬 你說100萬你要給什麼人對不對 給你這個大家什麼人 那我也沒什麼意見 不過你的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有沒有當年就少100萬 你有沒有申報嘛等等嘛 所以呢事實上 三共四老闆就是因為 本來是家母書 教務室剛剛中央問說 那詐騙 對 因為我們對詐騙生物痛絕嘛 讓大家這樣請家當產 最近一個附加千金被騙一億兩千萬耶 被騙一億兩千萬耶 不是一千兩百塊耶 你知道嗎 警察早上門來以後 他為了面子而不想承認啊 他後來承認他不想報案啦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深誤痛絕嘛 把人家的退休金什麼東西 那你徐曉信不是說 你也深誤痛絕嗎 如果真的那麼壞 你就應該要切斷所有的管道啦 母規模對不對 他後來又要解釋說 其實他大顧不是那麼壞 他們都不敢提那兩千萬的原因 是因為怕這個剛好在要準備要講離婚 我們一大堆啦 東拉吸捨一大堆 對啊 東拉吸捨一大堆 他要想說我們很可憐的 我又很可憐的 我嫁給我們安 結果我們安的事情一大堆 做一個媳婦 什麼都要改過成熟 誰說的 我就跟你說 你如果很下心來一刀切斷對不對 到我無關的 老白老母兩千萬給他騙去對不對 給他大股 我說廣播大股 你們大股 也不是怕穿去阿 你們老白老母 他們每次打光 叫他兩千萬拿出來 對不對 他要拿出來 他拿給他們 女兒到底是怎樣 那是一回事 你做媳婦 好好做你的立法委員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跟結婚有什麼關係 跟你們人的 你怎麼說 佛家有什麼關係 還有 最後一定要查清楚 就是那麼到底跟這個什麼 詐騙集團 或是被害人之間 有沒有千絲萬里的一丁點關係 我跟你說一遍 人家蘇家權沒有什麼關係 人家陳時中沒有什麼關係 都叫你說成這樣 對 那你如果有一點關係的話 不是你離婚 或是你說 遲掉立法委員 就可以解決的 對 其實許小欣的家務事 或說他的婚姻關係 外界基本上 我們沒有什麼興趣 重點是 這當中是不是有犯罪的嫌疑呢 因為現在是牽扯到 詐騙嘛 他的大姑 還有相關人 都已經被羈押禁見 所以當初這個資金的問題 是不是要把它釐清呢 我們看到律師黃帝 都說嘛 如果說不是利用 明一代的這個身分 那請問一般人 能夠取得像許小欣 處理的銀行借貸的利息嗎 然後許小欣 今天在廣播節目 他有說明 他說他婆婆呢 前後借了大約 一千八百八十萬 給這個估帳 結果呢 對方是一毛錢都沒有還 所以導致他婆婆 抵押房子所借的這個利息呢 有點周轉不過來 所以呢 他就跟先生 就許小欣跟他先生 就幫忙還了一百萬元的利息 傑民哥 到底是一百萬 還是一百萬的利息啊 這差別很大吧 他的說法是兩千萬要付一百萬的利息 我就很好奇 兩千萬付一百萬的利息 一般我們繳利息是每個月繳嘛 那你每個月要繳到一百萬嗎 還是累積三個月繳起來 就是一百萬這是本金還是利息啊 所以這個問題就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確實有去墊付這一百萬 所以你知道這一百萬為何而墊付嗎 但重點來了 這數字都不攏 因為你一千八百八十萬 是他出的這個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你要繳出一百萬的利息 這個我想有貸款都知道 有那麼多嗎 利息怎麼會一百萬 這賓果 對啊 這一百萬利息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一般的優惠利率 大概你最多就是兩個百分點 百分點你用兩千萬來計算的話 你大概一年也沒有繳到 這個一百萬的利息啊 不可能吧 等等十萬左右吧 對 這數字都出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不太理解說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數字 好那你就加上本金的話 也不是這個數字 所以這一百萬的出現 讓他覺得非常好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幫家人去墊付這一百萬的時候 你不會好奇說 這個錢為什麼付不出來 難道你不會去跟大姑問說 大姑這個錢到底 為什麼我要去付一百萬 一般來說 原來需要 其實這麼有錢 有錢到一百萬灑出去 沒有感覺 即便跟你婆婆關心 我想錢的事情 大家還是要問清楚嘛 那我這一百萬 我墊付喔 這個錢要怎麼來 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 所以大家懷疑 兩年內你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才會跟你的這個 杜先生才有那個對話 就是說他如果要去幫婆家 處理這一百萬 這不是小數目 他難道不會問說 這個前因後果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們在做什麼 導致必須要這樣子 還這麼多錢 第一個這個利息都不攏 基本上銀行要喬利息 坦白講很難 我們大家都有去跟銀行往來 你可能要喬一點 一滴一點的利息 你可能要買很多的保險 一般來說銀行在利息部分 敲了就敲了 他不會 那是一般人 但是如果今天是帶著 明代身份的話 而且是由立法委員的 那時候已經當立法委員了 那你就可能狀況 就不是這樣子了 你可能直接打電話 給銀行的董事長 總經理說 我現在在你歸行 有一筆錢 對不起 你可以做這件事嗎 這個要回答喔 他如果真的有喬利息 因為以前發生那種操貸嘛 那我不曉得現在是 而且 而且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我們大家來分析有沒有道理 第一件事 他婆婆跟他說 我要付利息 然後一百萬 他一定會說一百萬 好 那就給了嗎 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他一定會說 這利息要利息 利率要怎麼算 好 那他婆婆跟他說 這個利率 一定會問嘛 利息是多少錢 這正常都會問這問題嘛 哪家銀行的 這個利息 我能不能喬一下 好 那就喬了去喬利息嘛 那為什麼可以喬利息 一般來說 很多人說 傑民哥你會去喬利息 我說絕對不可能 現在銀行的利息 踩得很硬 你是絕對喬不了的 所以換句話 有辦法的人 他可能就可以跟銀行 討論這個事情 畢竟銀行 如果尤其是 假設是公股 我這樣講 如果私人銀行 那是一回事 如果是公股行庫 那就大事了 因為公股 因為你知道 他們這些人 早期在批判 執政黨跟公股行庫的關係 說 批的有多銳利啊 那如果這是公股行庫 你也去做這事情 這問題就可能很大囉 所以整個金流部分 我們這樣講 錢的東西 不管你是誰 就算你是身家上億的人 身家是數百億的人 只要談到錢的事情 其實每個人都會 精進假計算 就算是老公的媽媽 要用一百萬的時候 你也會跟老公 第一名說一下 我這一百萬 什麼時候會還 那到底為什麼是一百萬 這一百萬利息是多少 那這些事情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天 這一百萬是一次而已 還是後續還會有 所以你一定知道有問題了 對 那我就問的很好奇的問題是說 所以你知道當時他曾經拿 類似像中鋼什麼利率部分 跟你的這個婆婆講嗎 那以你許小新 什麼料都可以報的人 對 你會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那你不會打電話問中鋼 這怎麼回事嗎 好像這事情都不會發生 婆婆的話就是聖旨 連我要回音的時候聽聽婆婆的聲音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我們這樣講 因為我們今天談這個原則是 大家心目都認為 許小新是一個很精明的人 對吧 第二件事情 他對於所謂的 弊案的揭露 他能力很強 他都說 如果早知道有什麼 弊案什麼 他一定揭發 對嘛 那有嗎 對啊 所以回過去講話 還有大衣滅青嗎 他自己說 他婆婆看到杜先生開的公司 說有辦法喬到什麼 類似中鋼的東西 他難道不會去問中鋼嗎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許小新 就是我們說他人格上的 人格上的一個 所謂的 他說民進黨人格分裂 我才覺得他人格上面 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形象 就是這樣子 可是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似乎什麼事情 都好像無關 好 那我們的重點來了 他的策略很簡單 你看像黃姐 一句叫綠結 這個是標準的 這個最愛 就是扣帽子的方式 我覺得這種事情 是可恥 但是對不起 對於許小新來說 這叫正常 他的目的很單純 這些事情啊 都是民進黨搞我的啦 哎呀 我這個大姑的事情 是民進黨 把我抹黑了啦 那我哭呢 也是民進黨逼我哭的 他說的到底都是民進黨 那些抓一件事 他的大姑曾經穿過 一個戰鬥袍 就綠色的夾克 就說他支持 這個民進黨 現在就被揭露了嘛 現在這些內容就記得 大家最談的就是 他支持蔣萬安嘛 結果我今天聽到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因為要嘲諷韓國瑜 因為嘲諷韓國瑜要支持蔣萬 我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 而且我的重點事情是 他是說把所有希望 去韓國 蔣萬安的意思 什麼叫所有希望 意思說他對於國民黨 是有寄望的 現在國民黨的選情 看起來不妙 他把國民黨的所有寄望 全部放在蔣萬安啊 這時候我請問一下 這個力道 這是有文字敘述 那個是穿衣服 這個是文字敘述的 然後那我請問一下 徐曉星你怎麼回答 這句話 因為他一開始說 他們夫妻倆都挺綠的 現在是 現在結果這個被自打臉 那支持綠的 為什麼同時發文 我覺得這個畫面 很可怕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徐曉星要回答 因為這出現他大姑的臉書 請問一下 如果他大姑真的參與到 這個詐騙跟洗錢 他的臉書上面有徐曉星 被詐騙者 看到這個大姑 是跟徐曉星是有關係的 你覺得這兩個畫面 難道不會吸引這些被受害者 然後這個相信 因為現在詐騙都這樣嘛 拿比如說拿我的粉絲頁 說這個可以 詐騙犯一定是吹噓自己 很有這個政治的背景 什麼的 背後有靠山 徐曉星這麼有迷惘 我想全台外面 我們不知道徐曉星的 請問這兩張有沒有很凶狠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徐曉星 對這個事情表態 其實就是因為他大姑上面 就貼了徐曉星的這個相片 而這個相片在發生的時候 正式詐騙進行事 同意吧 所以回來一件事 那我們這樣說 徐曉星為什麼 大家的憤怒值那麼糟糕 為什麼甚至我這麼講 有一個網路訪問 就問了一個富人 那富人她講得很白 她說我那張票 因為她訪問是她選區 她說那一票呢 是投給徐曉星的 她說一開始她講 我投給徐曉星的 但是徐曉星必須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你不能用哭的 另外一個講得更清楚啊 她說哭不代表你沒有 哭也不代表你有 那你幹嘛哭 所以這個哭讓大家引爆的關注點 你哭了 為什麼哭 好了 那當然最重要是因為 習曉星雙標 這是有人跟她這個投訴說 因為徐曉星每次都講 她是那種詐騙的捍衛者嘛 對詐騙生物通絕嘛 只要有詐騙 她就很生氣嘛 跟詐騙有關的人就辭職嘛 就有人就因為買了iPhone被炸 就你知道回答一句話說 這不代表別人的腦子這麼的不好使 不要把冰雪聰明人民跟你搞成一談 謝謝 她竟然講得這麼直接 那如果你今天對詐騙這麼深惡 痛絕的時候 那這一次你怎麼會去 你自己的近親 有這種詐騙的時候 你還去嘲弄其他的受害者呢 其實大家對徐曉星的憤怒 跟你過去怎麼去欺負人家 是一回事 其實大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過去的正義閩南 看似正義閩南 講到口水都噴得像一壇壺一樣的時候 怎麼這個事情 你的態度卻是如此的切割 而且似乎與自己的物關係 更重要的事情是 別人有詐騙的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跟他說 你每個人都比你聰明 怎麼會做這事情 徐曉星說他如果知道的話 他一定會去舉發 但問題是看起來是沒有啊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因為之前就有民眾去報案 就說遭詐騙的錢是流入 這個相關他們所開設的公司 只是因為當時說 檢方調查 認為這個罪證不足 所以將兩人不起訴 那現在就講 因為徐曉星也是徐曉星說 因為這個他大姑夫妻倆 他們是挺綠了 後來被發現 因為他這個大姑呢 是去挺蔣萬安的 所以在司法上有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是有相關的詐騙 連政治也在詐騙 明鳳姐我們可以看出這雙重詐騙 是不是有這種情況 對啊 我覺得這個詐騙案發生 你就刑法的部分 刑事的部分進行調查就好 你扯上藍綠幹嘛 你覺得藍的就可以 要去坐牢 然後綠的就不用去坐牢嗎 然後你覺得說 綠的就會打到 打到這個綠營自己人嗎 我覺得這種想法 最後自己犯罪的事情 然後把它扯到綠的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栽贓嘛 是不是 然後我請問你全部 你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我覺得這種事情 我也不相信 你會參加所謂的詐騙 但是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親戚在對外面詐騙的時候 如果他在對外面說明問的時候 會不會展示我的身份 是許曉欣的誰 許曉欣是我的妹 這個弟妹 會不會這樣講 這個會不會增加這個整個詐騙的 這個公信力 多少嘛 那你撇那麼輕幹嘛 所以說我覺得說 老實講 許曉欣他要背負那種道德責任 是啊 沒有錯啊 儘管說現在目前證據沒有到他啦 對 當然是說 我們也不會相信說 他會去參加這個一同詐騙的事情 但是道義責任有沒有 可能有啊 因為受害者啊 對 有受害者 那受害者一定知道他這個大姑的身份 也知道大姑的這個弟妹是誰嘛 大姑不會講嗎 我弟妹是誰啊 誰啊 好有名喔 怎樣 我覺得一定會講的 沒有取得這個受害者信任 信任嘛 對 所以說你說你一點責任 一點道義責任都不用付 我覺得這個是說不過去的 譬如說邱國正的兒子 邱國跟邱國正也沒有一點關係 但是邱國正公開對社會大眾道歉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把事情都撇給你的丈夫 然後撇給你的夫家 然後說你後悔結婚 甚至要離婚 那關我們家什麼事啊 關我們社會大眾什麼事啊 你作為民意代表 你就要承擔這個事情 你不用在那邊哭來哭去的 然後哭到人家懷抱裡 你其實你應該負責任就是說 我這個事情跟我無關 但是我跟我真的是 就是驚擾了社會大眾 我要向社會大眾負責任跟道歉 這才是正辦嘛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到處說人家這個 說人家那個動不動 陳時中又怎樣了 動不動誰又怎樣了 如果一點小關係 根本本身沒有扯到的事情 你也可以扯到要人家下台 人家現在並沒有說要你下台 也沒有要你為詐騙案負責任 但是就道義跟這個道德上面 你不需要跟社會大眾負責任嗎 所以說你這種東西 你哭在這個傅困奇的這個身體上面 那我問你傅困奇是要幫你負責任嗎 還是怎樣 還是演一出這個苦情戲 大家說好可憐的女生 怎麼哭成這樣 我跟你講這根本 我覺得有點眼太大 因為大家也看到那畫面對不對 他走出來這媒體訪問 他可以瞬間然後就爆哭 然後又倒在 哭到傅困奇的懷中 我覺得八點檔那個哭戲 也不會那麼寫實好不好 這個東西也把演戲的演員 好像也要醞釀一下 不可能稀哩花的看到傅困奇 傅困奇是做你做什麼 這個什麼安慰還是什麼偉大的事情 你當時還不是罵他是什麼病毒 還是什麼東西的嗎 你看到傅困奇 但眼淚如水流而下 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他老公從後面這樣下車對不對 他老公在現場 還在後面 你的悲從中 也會不會太嚇人了吧 你演這麼大事要幹嘛 所以你平時有嘴巴講別人 到這個時候你就哭給大家看 這個是沒用了 你做你竟然一個從議員 一到政治人物到立法委員了 你就要對大眾負起責任來 不管這件事情跟你有沒有關 我相信是沒關 但是呢 這個道義上 一定會用你的 我是誰的誰的大姑 這種東西逃得掉嗎 而且你幫你婆婆處理這個貸款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大姑的事情了 你有大意滅親嗎 沒有嘛 那你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知道你一定會大意滅親 滅個鬼嘛 是 范老師現在很明顯 所有的回力標通通回到 徐曉星自己身上 有一句話叫 夫妻本是同齡鳥 大難臨頭各自飛 今天徐曉星就開始上節目講 我後悔結婚了嘛 要飛了嘛 大難臨頭了嘛 但是我 我必須要講啦 只是他那天去花蓮 倒在傅崑奇的懷裡 他的先生就在旁邊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在你先生的面前 這樣子撲向傅崑奇 我覺得在男女的關係上 感覺是有點奇怪啦 那我不曉得他先生看到這幕 或者是做何感想 因為應該可以安慰 徐曉星是他先生啊 他先生竟然沒有辦法安慰他 還要靠傅崑奇 還靠了你 之前還曾經說傅崑奇是 你們國民島的病毒 你跟病毒抱在一起 你不怕被傳染嗎 真正要安慰徐曉星 應該是他先生才對 對啦 因為是徐曉星的 老公的姐姐吧 是不是 對 然後 對對 你何必捨盡求援呢 而且我剛剛講過 你過去對傅崑奇的批評 然後你這樣對他的一個 不能認同 然後你今天抱住他 在他裡面掉淚 他不覺得太矯情了嗎 他不覺得眼太大了嗎 他不覺得太皺皺了嗎 所以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剛剛他看到媒體來的時候 他立馬掉淚 因為媒體當時有 他們當時是在火車站嘛 換電車站 傅崑奇來接他們 那時候徐曉星 還講話 跟旁邊的人講話 有說有笑的 對不對 怎麼一看到傅崑奇 就撲上去就掉眼淚呢 瞬間痛哭 瞬間痛哭 大家覺得那個前後 判若兩人嘛 就是如果你的情緒是 已經開始在激動了 然後才爆發出來 大家可以理解 你前一秒 還在跟旁邊的 我記得好像是跟 跟那個誰兩個人 有說有笑的 跟那個也是國民黨的立委嘛 一起去的 郭志強 對對對 那個我是想 兩個人有說有笑 怎麼一看到這個問題 立馬就掉淚 立馬就痛哭 立馬就飆淚 感覺好像是這個 演戲的成分還蠻大的 覺得不自然嘛 那我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徐曉星議員 今天在廣播上有爆料說 他老公跟他道歉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做這種切割 是沒有意義啦 因為你既然 那我必要講 2018年的2月25號那一天 他徐曉星跟他先生的大婚典禮 馬英九主持 朱立倫來 還好龍兵 全部國民黨的灌溉雲集 全部都到了 對 那你當初在 你覺得那時候覺得 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舉人 說到這麼多達官險貴 對你的這個祝賀 現在覺得說我後悔了 我覺得這會不會太現實了 對 這個時候夫妻就是應該共同去面對問題嘛 那我也覺得他就出事 他可以離婚 對啊 然後他的一些反應 我覺得是有點欲蓋彌彰了 其實本來如果說 這就是你大姑的事情 你就簡單講去 我大姑的事情 他個人的問題 然後他造成我們社會上的一些負面的看法 我表達我的歉意 就好了嘛 不是 他一開始說什麼 說我大姑跟一位 杜先生 杜先生是誰 他姐夫嘛 你為什麼要故意切斷呢 就會讓他覺得說 是不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實地無銀三百兩 是不是 就讓他遐想嘛 你好好解釋就好了嘛 然後說我跟我大姑 沒有 我過去來都沒有互動 就又被人抓出 又被人抓包 就是不斷的在 啼油救火 不斷的在想找理由 那他就會更會覺得奇怪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一個那麼簡單的 那麼單純的事情 嗯 你好好解釋就好了嘛 對 所以我 我覺得今天 他的這個危機處理的方法 讓我覺得 要嘛就是你想要故意炒作這個事情 那你不曉得 我不曉得你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你要消費這個事情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 反正我只要把它說清楚 就好了嘛 對 你一直不斷的 那好 你現在還上廣播節目 還想炒作 還想利用他這個事情來 那大家都覺得你不是 一個一般的正常處理的模式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問題不在大小 關鍵在你的態度 我覺得 徐曉晴他的經驗 心態到底是什麼 那態度到底是什麼 真的我必須要講 讓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讓無法難以理解 好 立法院發聲 代投票 國民黨立委盧謝伊 仍在中國 卻能夠在立法院會 投下反對票 那民進黨團 發函給立法院長韓國瑜 要求徹查 韓國瑜今天公佈調查結果 他們說經過查明 是議事人員 誤認委員 造成這個盧謝伊的表卷卡 誤差 然後針對這個錯誤的部分 進行行政處分 Eric 真的嗎 這個韓國瑜的效率這麼快 馬上就認為是 是議事人員出了錯 那麼 從這個中俄國民黨 2月1號 成為立法院的最大黨以後 那麼 一二再再而三 發生一大堆的事情 從所謂的大會之前 開臨時會開始 有沒有 全部推給工作人員 全部推給最基層的人員 現在連這件事情 都說是工作人員的錯 那麼韓國瑜身為立法院的院長 看得出來他有心 重新 那麼要代表中國國民黨 想要競爭這個總統大位 整整這個等於說 跡象顯示都是這樣 結果沒想到他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以為 誤以為可以用政治的方式 輕輕帶過 這件事情的重點 你說工作人員誤以為說 有立法委員 盧献一在場 所以把這個表決卡發給他 表決卡上面有盧献一的名字 對不對 由這個 工作人員誤以為是盧献一的人了 他把他插進去表決器了以後呢 按了出席鈕之外 他還按了兩次的這個反對鈕耶 他不是只要按一次 按一次我可以說 像這個月圓芯上禮拜講的說 可能是誤案 第一次表決誤案嘛 連按兩次錯誤耶 这就是故意 明知而故意 现在一定要揪出来是谁 我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如果我已经跟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毅传说 如果民进党不去提告的话 我直接提告检举 一张状纸而已没有什么 一张状纸我直接提告台北地检署 要用伪造文书检举 过去都这样玩 玩习惯的是吧 你不知道伪造公文书 那么最有多重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大家看看 你这个案子本身是 跟年金改革是有关系的 是跟动大众利益有关系的事情 伪造文书最成不成立 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去提告 如果你民进党不去提告的话 任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任由这样的一个 公开在国会最高殿堂上面 作弊作票 那我们还需要选这个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干什么 全部都作弊就好了嘛 以后你们都不用回来投票了 全部给总召就好了 总召一个人决定嘛 黑箱作业全部都这样干就好了嘛 所以韩国瑜你误以为说 这个是要政党协商 不是的 做坏事犯法 他讽刺的是立法委员跟国会殿堂 就是订定法律三读的人 你们订定法律的人 有那个脸做违法的事情 现在还想赶快把它收拾 这种事情 法律可以让你们抄 法律千万条 要折 可以这样抄 没关系 很简单 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个交代 我跟你讲 工作人员他发出误认 这是他要负的责任 不好意思你就误认 但是谁 谁连续两次 顾玉璇 这个人太过可恶 这个人一定要揪出来 而且可恶的是什么 到今天还没有自首 国民党跟我们一起上节目的 这些朋友们 大家都说赶快自首 我相信他们也已经知道是谁 可是这个人还归缩的 还不敢出来面对社会大众 还在那边隐藏起来 连个悔过书都不写 以前干这种事情的人 他还得写悔过书 不向社会大众道歉 这是有刑事责任的 我们看到韩国瑜的说法是说 因为是工作人员误差表决卡所致 所以会与行政这个惩处 他说表决卡是由会场干事 帮立委插入表决槽 不存在委员带领或是冒领 然后误案或待案将与各党团 总召商业后处理 那他说由于表决结果 跟事事不符会另外的定期处理 有可能意识人员或干事误领 然后又误差 有真的这个可能性吗 我听韩国瑜在摸布 我坦白说 大家现在时代很进步 智慧型手机 电脑 望楼 要看什么节目自己照 台湾科技党 台机典媒全世界 你今天跟我说 这投不到票你捏不出来 两台车资货 结果你去说 这车开始製造的时候 就没有房车货 没有去看书记以上 今天社会台中要知道 是说到底上企业嘛 上企业有这么困难 韩国瑜出一个报告里面 完全没有说到什么似的 坦白说 我们都知道输得不够 理工理数年倒票倒了 立法委员民政党较少 民政党没作用 国民党比较大 我们都知道嘛 你代表都会贏 我也了解 如果今天的问题是 你今天是隔空 隔岸的不在籍投票 對 因为灵魂出竅 过去我们在日本 他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博恩 你插过那个卡嘛 对不对 那长什么样子 大家看看 坦白说我觉得 这已经做老师的东西了 那卡里面都有什么名字 第一 我们去簽网 法委员簽网 然后立法委员 他要有标杆 他才会插 那卡 你是要先贏那卡吗 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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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坐在那裏 开会 主席人讀 意识记录 什么 大家一直黏黏黏 好 接下来进行表決 进行表決的时候 因为有人在议区 不一定在议会 有人在办公室就知道了 他要像一个七分精的人 叫七分精 所以有七分精 让大家走的时间 委员就要趕快到现場 像我们有的时候坐在那里等 就等他换七分精 七分精 以示人员 才会把那张卡 一个一个队 今天范老师 这张帮你插 你要坐在位置上 才会帮你插卡 他直接插在那里 这就是我们的座位 我们座位前面有一排 这个电子仪器 就是他有一个卡槽 然后有赞成反对跟弃拳 所以你要坐在位置上 然后意识人员 才会帮你插卡 对 他就会走过来 然后给你插 他还不会拿 他不会拿给你 他会直接帮你插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就过电 有跟你对人 他就是看你坐在那里 他会放 OK 所以今天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 意识人员 先把没来的人插下去 事实上 这应该是意识人插 除非有国民党的理论去唱 譬如说叶昀之召集说 起来 那是我自己 他理论上不会这样 所以意识人员 第一部分已经做不到 有可能 这减特第一部分 但是更加重要是第二部分 你们国民党明明知道 人们没来什么样子 你们国民党明明知道 如果要这样 以后你们都一个人来就好了 对不对 你们更大棚 更多屁 你要插衣 不要插衣 插衣 你要派一个人 要投屁 拜祢 拜祢 宴会的时候 就坐在那里 一群头挂四十七点 五十一点 就坐在那里 问题就是韓国语逃避问题 推卸責任 第一 减特报告 只是说议事领案 不是说国民党丧做不对 推给议事人员 按两次 按两次谁按的 谁按的不讲嘛 那座位表大家现在押押出来 被发现一件事情 黄姐不愧是黄姐 我们新世代的 政治人物就是不一样 黄姐刚才说 那个奇怪 那记者去问国民党 会说你有党吗 你有党吗 结果坐在卢县 旁边的人 大家都说我没党 旁边是廖先祥 陈玉珍 他问什么 徐宇珍 徐巧 欣罗亭委 问一遍 大家都说没党 没党没党 问到一个人 叫做廖先祥 他说不变回答 大家都会觉得有党 有党没党没党 有党没党 有党没党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廖先祥 你要回答问题 是不是要先祥 大家就在那悬疑问 所以 所以最大的嫌疑是廖先祥 因为你在隔壁 旁边 他现在不变回答 大家都说不可能 他不变回答 自己在推论 这怪咯 刚好他坐在廖先祥旁边 人家看到我们的委員 月圆支 月圆要代案最方便 是不是 是啦 月圆支他就有说了 月圆支就说 大家在那里发说 廖先祥存立 快回答 因为我们在表格的时候 早前在说 因为他不说 一定有拿筷子在说 不要有意识人员 在宣读 要念一大筷子 如果 他去世郵宣告 他家在收取 省身杆 一直黏 一台一台黏 有一台黏 有时好大的 有时三、四十个 有时四十个 所以通常坐在那裡 等他黏了 有时黏安 一分钟 大家在ndian 藍绿都会举牌 赞成反对 他在那裡會挑 在内裁 如现祉,生菱 姿,赣与,趕快投 没有,ках洞 这 parties 最後講一件一件事情 2016年有一個人叫黃國昌 在說如果黑白替人投票 這叫做偉趙文書 愛夫政敵這人 誰幫黃金平投票都沒有 在那裡放大小聲 這又是男胖子 男胖子以外其實有夠喔 他連簽得就沒有簽得 在那五二一次院會 我覺得黃國昌開 你們的翻年間改革和柯文哲的留言 說的一樣 是誰是 那個時候有人說你這個 王叉蛋 柯文哲 你跟那些反年改團體 才是王叉蛋 黃國昌自己要做王叉蛋 這件事真的是太奇怪了 既然盧謝憶人不在 既然工作人員 會把他卡 查進去 這是第一個疑點 再來 既然沒有人 但是也有人 幫他按下去了 這就是太奇怪了 所以現在這個我們所了解 旁邊到底是有誰呢 王叉春都說了 出來自首 自毀政治前途 看看座位表是誰呢 當然葉元智有說 怎麼可能是幫人家去按簽呢 還說盧謝憶 說你趕快去投了 葉元智 當天你在場對不對 對 那是所以按照位置來看 最有嫌疑的是廖先祥嗎 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你也不知道 不是 廖先祥昨天有媒體問他 因為昨天有記者的問 他前後左右都問了 羅廷偉是有否認 我也是有否認 然後媒體是說廖先祥說不方便評論 還是說不方便告知之類的 那一天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盧謝憶不在 因為剛剛陳柏惟講的是事實 就是螢幕上秀出來說 誰有投票 誰沒投票 但是因為很緊張 所以很多人都在現場說 盧謝憶怎麼沒來 怎麼沒來 盧謝憶趕快投 趕快投 很多人是這樣講 然後我們有一個LINE群組 黨團有個LINE群組 大家還在群組裡面呼叫他 盧謝憶快點投票了 趕快來 所以實際上當天大家都以為他在 都以為他在 都以為他在 工作人員也認為他在 剛好可憐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不是故意的 是兩個失誤 兩個誤會 第一個誤會就是 工作人員以為誤認的盧謝憶 就幫他擦卡 因為那個卡不在我們手上 也不是我們去領的 是工作人員拿著一堆卡 然後看到誰擦下去的 這不是我去領的 那座位上有人嗎 我就不知道 沒人會擦下去嗎 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擦了 這是第一個事情 因為卡在他手上 主動權不在我們委員身上 是在他的手上 然後第二個誤會就是 我們黨團的人以為盧謝憶 他有來 以為他有簽到 對 可能他就是說 跑去打電話或上廁所 他趕不過來投票 所以就先幫他按了 那這個狀況 誰幫他按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羅森沒有人承認 我不知道是誰 那這個狀況就很像是 之前民進黨也有發生 我不知道陳柏惟有沒有幫人家戴按過 我看畫面像無事要 發誓沒有 我的也沒有人可以按 不過我坦白講 我沒有一次不按的 好啦 你都自己按 我就像之前我們看到 民進黨很多委員 也都是牽手怪陰這樣按 那所以那個 就那不是舞弊 那個就是以為說他在 誤會以為他在幫他按 那我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 韓國瑜今天做決策 我們也都同意 就是那一次投票不算 就不算 結果不算 因為那是個誤會 那不是故意的嗎 那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已經接到假洞了 所以禮拜五還要再去 針對同一案再表決一次 是喔 這個禮拜五是不是 那第二個 那我們黨團是誰 我真的不知道 那韓國瑜現在也說 那個誤差 那個行政人員說要處分 我想補充一下 那麼在那一天之前 知不知道盧獻一 人不會來已經請假在中國 知不知道嗎 對 如果知道的話 你們都知道了 那就表示並不是 是因為他人可能去上廁所 人可能已經在立委院的現場 而不在 所以幫他代案 你少來這一套 就是有人故意幫他按的 故意作弊幫他按的 很簡單 那很簡單嗎 如果你是誤案 你是代案 你知道那個代案誤案 還要過去 剛剛那個3Q已經給你看了 那絕對不是工作人員說 這裡沒人騎 我拿你騎 不可能 工作人員把天照大 不可能拿自己的飯碗 來這個等於說開玩笑嘛 那一定是國民黨的立委案的嘛 是誰嘛 不然你也叫小孩好一下 出來說是我 我重生 對不對 我有問過葉原志 他很坦然的說不是他 你知道嗎 但是在問他是誰 他不敢講 不是我都不知道 請他現在講出來 講出來 叫小孩講出來 至少他說不是我 不是我 那是誰嘛 對的確來 范老師 立法院可以這樣搞嗎 而且立法院也都有錄影存證 難道韓國瑜 不會掉錄影帶來看嗎 是誰難道查不出來嗎 這個說實在 我真的 之前就不認識誰 是叫做劉憲一 盧憲一 盧憲一 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 嚴重的錯誤 他現在也強調 他沒有授權給任何人 所以你說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這個盧憲一 是一個新的立委 然後議事人員 可能發錯了 這個可能是有可能的 就認錯了 或發錯了 可是座位上是空的啊 怎麼會發呢 可是有人跟他講說 他去上廁所 他去上廁所 對不對他不在旁邊的人 可能就這樣講啦 有可能嘛 對不對 可能這個廖先生說 故意誤導囉 那個委員暫時離開 等一下就回來 我們都到了 你可以每一個都插線 這樣子嗎 那個議事人員說 不行 我要看到本人才可以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不可能嗎 因為他就是公務員 事務官 他當然不願意得罪立委 立委說沒問題 卡給我 我打爆票然後就回來按了 但是我有一次 那個卡插下去 是限那個議事人員不一眼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把責任 推給那個事務官 那個議事人員 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那議事人員會覺得 我怎麼知道 我相信你們立委啊 你們都是大公 你們都是立委租公啊 你們都是好不容易選上 你們代表的是民意 對不對 我尊重你們嘛 我相信你們 我給卡片給你啊 插下去 結果是誰按那個 同意的按鈕 才是關鍵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不要甩鍋 我覺得韓國瑜 不要欺負那個小公務員 你不要甩鍋 給那個公務員 他是無辜的嘛 如果這個公務員 今天那個發卡的 議事組同仁 如果你有委屈 你應該站出來 我相信民眾都會挺你的 否則你幹嘛 韓之後這個不白之冤呢 對 甚至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樣被擊過 被擊過完你之後 這年中的烤雞 可能變宜等喔 一定是會影響到你的年終獎金 這你的權益 而且就算沒有做 做做記過申戒 這也是你工作上的一個瑕疵嘛 對 為什麼你變得你要幫來幫幫幫 幫這個 要去揹鍋 揹這個鍋咧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你這些立委 租公 你有價值一點 你不要這樣欺負一個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七十等八十等的 建任公務員 對 你就站出來嘛 對我那天我按了 我道歉 我不要讓這個基層公務員 受到這樣的一個迫害嘛 連這個膽子都沒有 如果今天是廖先祥 如果是你的話啦 我不曉得是不是你 如果你是這樣子 想要甩鍋的話 我覺得對你的未來的政治前途 是非常不利的 是 好不容易才剛選上立委嘛 剛剛上任嘛 很年輕嘛 對 也當過兩屆的這個市議員 那如果不是廖先祥是誰 國民黨 那個那個區塊就是國民黨的 對 都剛剛選上了旁邊幾個 對不對 什麼徐 都是怎麼都是非常年輕的 葉原資都還在前後 陳永康都是剛剛上任的 對 你們的政治前途 還有一片大好 是 不要因為這個小事這個小瑕疵 被大家抓到把柄 對 會影響 我覺得現在去承認還來得及 是 那我認為這個韓國瑜 就在你的立法院院長 辦公室寫一個 自首處 自首處 來這邊自首 自首者 減除其刑 減免其刑 或者我們就是 我們也 我們也跟你一個相關的這個處罰 我們也可以重宽認定 是 但是如果立法委員連這個承擔 都不敢承擔 對 這個人沒有資格當立委 是 我跟蘭博昌喔 其實那天有可能有惡意喔 就是說因為 因為最後的比數是摔摔摔摔摔 婚姻長你不要打得贏嘛 所以如果那個董哥的時候 看那個所理是輸的 有可能是叫出來的喔 比如說打了的時候 國民黨那樣摔摔摔摔摔 民進黨摔摔摔摔 我先跟大家報告 那些是年金改進所得 替代率遞檢 民進黨是用副議的方式 一般來說 立法委員就是你拿你的 我拿我的 你拿他的 大家個人顧 但是副議這件事 所以這個副議案 其實是很嚴肅的 整體議員 所以民進黨拿出副議案 國民黨的 蓋掉的時候 一個投票下去 四個一票 如果有國民黨的人 去叫技術人員 插他 就嚴重了 對 現在他們沒辦法解釋 是說送去回那個 有可能甚至是送去 叫技術人員 放在上面 他還用騙的 這是很嚴肅的 這件事韓國的 你不可以當作沒有看到 我說你們人多 怎麼錢都拿 你後禮拜五 後禮拜五 每禮拜五錢都拿 但這件事不可以開 米鳳姐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種誤差卡 然後又誤案表決件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 還是說像韓國已經定調了 就是這麼處理了 這等於說國民黨團上下 從院長到什麼黨團總統 通通要來掩蓋這件事嗎 我覺得當然你說有沒有可能 百分之一也是可能 這是有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那麼小的可能性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你這個議事人員 需要跟我們講清楚 我覺得你不能夠室內 這個院內調查 然後你們自己認同 就認同了 你要告訴我這個議事人員 他為什麼要去插這張卡 上面做的人是誰 然後故意這個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我覺得院長 你有必要交代清楚 你不能說這是議事人員誤插卡 然後就了事嘛 然後再來 就說誰幫他按這個鈕 這要公佈啊 然後這件事情 我覺得國民黨最糟糕的是 第一開始就誤導 說這件事情是跟吳思雅的情況 是一樣的 所以是沒什麼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並不是啊 事實上是這個人不在台灣 那吳思雅他們都是 那些立委 譬如說吳思雅陳清邦 陳清飛或是誰按過的時候 或是這個陳寅按過的時候 是那些人都有先去報到 在會場 他們的確有到 有簽到 有簽到 有到現場 或是表決時候不在 才這樣一排按過去而已 可是這個人的基本問題是 他根本不在台灣 也沒有報到 這是很大的差別 所以說你第一個 你韓國人不能說含糊帶過去說 這是都是議事人員的錯 那我們要了解 這個議事人員 你是怎麼樣弄錯的 所以說你今天這樣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報告 說是插卡人員的錯誤所致 所以行政處罰就算了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大眾 是恐怕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個樣的錯誤是 這個工作人員被迫造成的 是你國民黨故意壓迫而成的 還是真的是無意造成的 然後再來按表決器的人是誰 你要對外公佈嘛 那你每天天笑民進黨亂按鈕 你自己要公佈一個啊 對 來綠營 莊蕊雄他說 重點在於坐在那個位置的人是誰 明知不是本人 卻悶不作聲 是誰將表決器按下去 這才是重點 來余將軍 我覺得柯文哲要不要看一看 他不是要電子投票嗎 在立法院這都會出問題 對不對還電子投票 立法院立法委員 那民主素養是多高啊 都會這樣子出問題 那我們議會最笨 我們議會 我們議會後來我今天長特地去看 我們有那個扭 不用 我們全部是用最原始的方式 那你所有人做定位 然後贊成的舉手 反對的舉手 我們是這樣子喔 然後點名報告這一區多少人 這一區加起來多少人 我們議會是用最笨的方式 但最原始的方式最準確 人你到了才能算 因為你人不在 坐在那邊是魂嗎 還是阿飄 一定是本人嘛 你本人不在誰幫你舉手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下一次要不要 直接那個插卡不要用 直接舉手 直接舉手 你不在沒有人幫你代舉啊 屬人頭最準了 不管你看錯 還是類似 還是戴口罩 你一人就是一隻手可以舉手而已 你不可以舉第二隻嘛 你不能瞬間移動 我在自己的位置舉完手 我就到別的位置再舉一次手 所以柯文哲還要電子投票嗎 越先進的方式 越容易出錯 越容易舞弊 這件事情齁 這些工作人員這個會場的幹事 要不要處分 當然要處分 你不要爬當成小白啊 我告訴你 他是內行的 立法院流水的立委 鐵打的幹事啊 這些人不會走的啦 你不要以為他是菜鳥 他看很多界了啦 他看很多界都是老教啦 這次為什麼會出事 我覺得韓國瑜就是等他出事啊 韓國瑜要改革立委 是改革立法委員的制度嗎 是改革立法委員 要改革人啦 把這些以前偏向民進黨都趕走啦 你事務官不犯錯怎麼趕你走 你就要吐車啊 電梯弄不好滾 招標做裝潢做不好滾 那個舉手電名卡都發布好滾蛋 都處分 全部都處分 故意的啦 誤案是對國民黨有利耶 所以我講嘛 把蒼蠅給趕走了 咬人的老虎做了沒有 是誰按的鈕嘛 嗯 民意在那一千塊 就是掌握又窗媒照的 因為他就是頂度保證講 柯文綻怎麼不對 柯文綻綻還在那邊走路口 還在那邊跟人家手 雖然他的臉部就那邊 就丟鍋了 沒辦法躲這個就天生的 柯文綻去那裡 睡到整個都死 說的都沒道理 哪里蹲 我再說一次哪里跟他蹲 我來看見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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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